台灣夠強就不會變戰場 當然不是真的吧 因為你再怎麼強也不可能比中國強 你只會去強調 烏克蘭團結一致的感人之處 你怎麼不去看看烏克蘭有多才 這樣的總統就是可笑啦 烏克蘭化的第一步 我認為就是美國教的啦 完全一樣 我跟你保證死的大部分都是EUE